各地的提升 蘇建國 義務制度外的地執和掃致 都國共農國特別規範建設課程 其中就包括 泡地雷雞和旗角 在地執的地執和認識的文化 都會跟他說 我們用在學校的地執文化提供當中 今天最後一則課 學員也特別展示他們的開始選擇 很像我們接待的綠茶器 每一位學員論流分享 打擦了後的感想 大家是認真聽了專心做紀錄 經過八百的NC庫町 六個鄉同學的宿建會義務制度外的成長班 在今天才去特別進行選擇發表會 第二項是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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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庫町當中 除了泡地雷雷和旗角 旗角也包括地文化的影響庫町 因為六個鄉的黨頂歐隆地文化 結果來我是相當出名 若是義務制度外只會泡地 不會向外國朋友介紹 這說出去可能是最大的漏氣 這次的學習 知道茶劇如何講 然後怎麼介紹茶葉 然後跟外國客人介紹說如何泡茶 那我希望經過這次的課程以後 之後遇到外國客人來 不是只是說 只會逃救兵趕快請老師來幫我 跟外國客人溝通 那希望這一次之後 我就可以自己用我自己的英文 然後去跟更多外國客人 介紹我們鹿谷翔的洞頂烏龍茶 鹿谷翔有很多的外國朋友來訪 然後也希望小朋友除了在學習英文之外 學習茶藝也可以將這兩個東西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因為讓小朋友可以有更有國際觀 所以我們就是從我們的茶藝師先著手 讓茶藝師先來做簡單的訓練 然後讓他們可以把這方面的技能帶回去給小朋友 有就要提供地獄文化 宿建會的義務制度完 就是平常時也經常國學校提供地獄文化的制度老師 所以就跟鄉同學 對他各個各種擴兵的辦理 來提醒每一整個地獄的地獄和素質 像那個茶的一些茶具的單字會比較長 像我們像剛才有講到就是多餘的水 就是redundant water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要一個音節一個音節 就是帶給大家認識 他們會比較知道說要怎麼去念這個部分 那記憶的部分就是要常複習才會了解這樣子 不只是茶書的分享 還有用英語 因為現在其實都是要國際化 而且我們茶藝中心這邊 隨時都會有國外人士來參觀 所以他們就一連串 就是好幾個課程的一個 茶書、茶藝、國際的英語分享 六個鄉同學標示 蘇建會義務制度完 等久以來進入幸福 提供地獄文化的努力和精神 是衝動輸人敬佩 尤其是利用時間來參加NC庫典 提醒主務 建立大家康典 記者王主如常報道